中国银行业监管机构将加强对金融产品营销的监管 特别是利用名人身份推销贷款或投资产品的行为 周二晚些时候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消费者保护局局长郭武平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监管机构还将加强商业银行对企业 特别是中小企业、微企业和个体供商户的违法收费的控制 我们将加强对金融产品营销的监管 包括聘请明星做宣传 对金融产品营销中的不当行为也将受到更严厉的惩罚 这将增强投资者的信心 并将允许消费金融行业健康发展 中国银行保监会强化监管 有望加强对金融机构投资者和客户的保护 对于一些公司来说 找一个名人来宣传他们的投资产品是很常见的做法 例如 演员杜海涛和汪涵等明星前几年为P2P金融服务产品做广告 但该服务后来倒闭 给客户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郭武平说 由于许多金融产品结构复杂 代言人 尤其是明星 可能并不完全了解他们帮助推销给客户的投资产品的风险和细节 他补充说 名人最终可能会推广非法借贷平台的产品 他说 受人喜爱的名人的宣传可能会导致消费者得到误导信息 鼓励他们投资高风险产品或介入超出偿还能力的贷款 新措施将禁止没有销售金融产品资格的公司推销任何此类产品 并禁止雇佣名人做任何代言 即使是那些获准销售金融产品的公司 也被禁止对不现实的回报给出承诺 或声称他们的投资是无风险的 中国银监会去年收到了250万份金融客户的咨询 该监管机构在2021年处理了51万起投诉 比一年前高出50% 成功解决客户与金融机构之间的纠纷11.4万起 帮助客户追偿245亿元人民币的资金 现在关注编辑实验室 与全球最新的财经信息保持同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